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講台灣這個不重要的台灣的地形 好 現在我們要介紹台灣的地形 台灣位在板塊的交界在擠壓 所以就迅速的隆起 速度大概是每年5公里 這個在世界水準來看 算是上升蠻快的 算上升蠻快的 好 然後呢 這句話是內引力 板塊擠壓是內引力 這句話是外引力 台灣島高溫炎熱潮濕 所以風化作用強烈 星石搬運這叫做內引力 對不起 外引力 所以前面一個是內引力 這邊這句話是外引力 所以台灣就受到這兩個力量 內引力跟外力兩種作用之下 造成了台灣種種很多不同的地形的景觀 好 這是一個特殊的地貌地形 這張圖喔 你就看看就好了 這個你們講義上的圖是黑白的 看不出來 看不太出來 因為這樣看不太出來 這是康宣課本上面的圖 但是沒有關係 重點我都幫你標好了 重點我都幫你標出來了 第一個 五個 第一個 金馬馬藥什麼藥 華岗藥 紅瓦什麼藥 鬼舞藥 然後上面那個咖啡色就是所謂的大陸火山區 下面是藍嶼跟綠島 那請問這是他什麼藥 安山藥 重點我都幫你標 其他有の燭 只要有的一顱才會有的 才 ча有所出現 所以不太需要把它 佛中会考的重点我根本都已经标给你看了 你记得这些就可以了 OK 那仔细比较清楚的主要是看课本 因为讲运到黑白的看不太出来 看那个彩色还比较 因为它靠颜色分嘛 它看彩色比较分的出来 重点我一般已经标好了 这个是我们地理课人上教过的 就是我们有河流 冲下来 就会形成冲击平原 就会形成三角洲 因为这次我们的地理就教过了 前面也跟你说也提过了 河流会形成 那个三角洲会有冲击山 然后冲击平原 然后呢 那这个是告诉你说 我们的迦南平原怎么来的呢 我们有个蛮还不算太小的迦南平原 迦南平原来源 当然就是我们讲过 这个所谓的河流冲下来 然后形成冲击平原 但是呢 台湾的台湾的河流 短处翻起 所以它其实能够沉滴的 不是那么多 所以除了我们的流水的沉滴作用之外 还有就是台湾岛在怎么样 上升 上升 就把地壳往上抬 所以我们的迦南平原形成的原因 是两个都造成 一个是内嶺就是外嶺 外嶺就是所谓的冲击平原 内嶺就是台湾岛在 上升之中 所以把它合起来 我们东边的河流 一出山就进去 出到海边 对不对 一出山就进去 到海边去 所以在山上 波渡走流 数块 侵蚾 能力抢 带一些大石头 往下冲 就一出来 胖胖胖就好 把它丢下来 步骤回来 就形成这种地十三角洲 对 别的地方都很少看到 那是因为我们地形的关系 所以有一个地十三角洲 沙滩就是我们地理上教过了 我们的西部的海岸都是 所谓的沙岸 就是有一些河流带来的沙子 冲到海边 然后我们讲过通常沙洲跟沙滩 烤出的时候都当作是海洋 沉积物 海流带过来 请一下 请人沙滩 所以这照片 我看看就好了 下一个是栗滩 这个是学测 考过去看照片 跳石海岸 海边都是一些大石头 刚讲过 已经到了海边 都应该是一些 比较小的细沙子 对不对 有些大石头在这边呢 是因为 它旁边就是山 然后直接帮了来 直接就帮了来 帮了来之后呢 没有经过流水的长期搬运沙 就堆在海边 就堆在海边 然后受到海浪的海洋的侵蚀 然后写着一些大的历史 叫利滩 这个地方叫做跳石海岸 说法是说 这个在这边怎么要跳来跳去 那时候跳来跳去 叫跳石海岸 这题学测考过 这题学测考过 这题学测有考过 问你说这些石头怎么会 今天如果你说 怎么到这种地盘的 就是 就是这个 没有经过长期搬运 然后堆在海边 然后受到海浪的出用 这样 这题学测有考过 你看 跳石海岸 大概就是沿岸 我们的大部分的沿岸 是位在我们的东边 就是水平东边 像我们 好像野柳那边也是一样 野柳就有很多的这种沉积 野柳那些奇岩怪石 就是受到风跟海水的侵蚀作用 所造成 风跟海水的两个竹台石 因为很多 很多长得比较奇怪的石头 就是这样子 风跟海浪的侵蚀 所造成的 两岸的地形 两岸 好 再来就是火山 下学期 会在 下学期的课本 康宣版 下学期会再提一次火山 会教所谓盾状火山 跟沉状火山 那有在说 那这边就是 比如台湾岛因为旧吃火山 但是这边在台湾岛就有火山 那以前有喷发 就留下一些喷发的遗迹啊 爆裂口啊 然后还有一些 所谓的温泉 温泉 那大概就好 火山 有关系 再来 这个就是 跟未来要教的 成状火山 跟顿状火山有关系的 就是 我们火山的岩浆的性质不一样 有的年性比较大 有的年性比较小 然后呢 来 沙茂山 大重火山区 什么岩 安山岩 安山岩它的凝性比较大 所以呢 喷出来之后不容易流动 就 不 即妥 像这样 一妥 即可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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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年性大 这个年性小就像外面扩散流动就比较平坦 平坦 平坦 就是年性大 就是年性小 然后长相会怎么不太一样 这也有人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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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说谁 你就记得那个 这沙帽山 这沙帽山一颗移移移就是年性大 平坦就是年性小 然后呢 这也有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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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是清水断崖 看照片 清水断崖 这是苏花公路的重要的 著名的观光景点 一个非常陡峭的 陡峭的悬崖 几乎90度垂直的悬崖 清水断崖 好 那为什么会有清水断崖 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 它是有断层切割 还有断层发生 第二个它是大理盐 大理盐是硬的 硬的 所以切开之后 不会塌下来 像一个面团 一个面团 一个面团 一坨面团 你把它旁边切一角 拿走之后 那面团会怎么样 塌下来 对不对 可是大理盐 不会像木头一样 砍就砍就直了 不会这样塌下来 所以它是坚硬的大理盐 所以切就切了 它不会坑下来 然后再受到海浪的侵蚀 把别东西弄走 就形成这样的90度的断崖 所以它整过三个原因 有断层切割 然后它本身是大理盐 然后再来它受到海浪的侵蚀的作用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清水断崖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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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刚才前面教过的 也就是 玄武园的特征 就是有六角形柱状结理 就是玄武园的特征 我讲过以前很爱考 但现在都应该不太会考 玄武园柱状结理 玄武园的特征 冷却收缩的时候 一根一根的 然后六角形 玄武园的特征 就是澎湖会成为地址公园的原因 因为像世界上的澎湖 这样的地址 中央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中央只有两个 中央只有两个 所以 然后二地 好 我知道二地 我 知道二地 最早就只有知道那个 就是那个月世界 如果你走北二高要去屏东的时候 要准备进一个隧道到屏东去就是这个 澳湖大辽 不过这个照片是台南的 草山的月世界 这是二地 因为它这个是一些 米野 然后呢 基本上就所谓 它又不太有什么养分啊 然后呢 有人被冲刷轻死啊 所以看起来就不毛 看起来就这样子 非常的荒凉 所以你把它叫做 越世界 要越世界 峡谷 就是一行抬升 轻蚀中增加 然后呢 就会形成一些阻断 好来 它会形成一种峡谷 主要是留着哪一种轻蚀 很好 向下轻蚀 所以呢 向下轻蚀 V型峡谷 所以呢 向下轻蚀 V型峡谷 台湾有峡谷 废话 什么叫峡谷 一高一低嘛 那为什么一高一低 可能是因为断层 可能是因为轻蚀 一高一低 就会有峡谷 峡谷 峡谷 这是台北县 现在要新北市了 著名的景点 十分了 就是台湾比较大的峡谷 十分了 好 差不多都有啦 台湾峡谷很多 阳明山也有 好 台湾有峡谷 台湾有峡谷 也废话一点 对 峡谷就是 旁边高中间低嘛 旁边高中间低嘛 旁边高中间低 叫做峡谷 那为什么会低 可能是因为断层啊 什么什么 这就是我们做的台北峡谷 好 台湾有台地 台湾台地就是 这里比较到旁边比较低 台地 我们就 第一颗课本 就只有告诉你 台湾有台地就没有了 所以我说你不如去念 第一颗课本 它要写的比较多一点 你们当时有费过的 有没有 从北费到南边 哪些台地你还记得吗 好 大度已经在很后面了啦 前面 往下 好 然后 算了 我去找客人 你去找客人 好 有了 一年级的地理课本就交了 好 台地 这是恒春台地 看一看就好 就这样没事 OK 好 结束 请写 课堂面试